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什么是上升蚀营呢? 上升蚀营通常在跌市里面的反弹阶段出现 反映跌浪未完 股价技术反弹之后将会延续原有的跌势 上升蚀营主要反映股价虽然反复上升 一浪高过一浪 但是动力逐渐减弱 以至于每个高点比之前一个高点的升幅势 延起来形成一条比较平缓的阻力线 相反股价未跌到前一个低点 就已经有买盘支持而反弹 延起来形成一条比较陡峭的支持线 两条线同时向上走 形成上升蚀营 只要股价向下突破支持线 就立刻可以确认走势重回跌浪 有个投资者最好尽快沽货离场 没有货的也不要入市 那什么是下跌蚀营呢? 下跌蚀营通常在升市中的回落阶段出现 反映升浪未完 股价技术调整之后将会延续原有的升势 下跌蚀营主要反映股价虽然反复下跌 一浪低过一浪 但沽额逐渐减弱 以至于每个低点比之前一个低点的跌幅势 连起来形成一条比较平缓的支持线 相反 股价未升到前一个高点 就已经被淡油沽售而回落 连起来形成一条比较糾峭的阻力线 两条线同时向下 形成下跌蚀营 只要股价向上突破阻力线 就立刻可以确认走势 从10升浪 有货的投资者可以加注 没有货的也可以趁机入市 无论上升蚀营或者下降蚀营的价格 都会在两条相同方向 而且逐渐收窄的直线里面运行 而两条趋势线是由价格高点之间的连线 和低点之间的连线所组成 股价在收窄期间的波动表现 通常会呈现一波弱过一波的状态 而且在这段期间的成交量 通常都会慢慢降低 要查一下 要查一下 列入店 提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